拉走了以后那个那个大姐他就没有来找过我了 哥哥姐姐少爷们 你通知一下明哥他开车过来 过来了 没有没有哥哥姐姐少爷们 是因为今天我们这边村里面的人 大多数都是都在说那个路垮了路垮了 因为有些的话他们要被冬被竹笋呀 被那个 小货呀都要拿到那个街上去卖对吧 所以说他们就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路垮了 他们都说路垮了 所以说我就给明哥哥我表哥打电话了 他们本来说是昨天上来的 但是太晚了 昨天又在下雨 所以说我就没有让他们上来 然后他们准备今天一起上来的 但是因为路垮了 他们都没有上来 哥哥姐少爷们 本来明哥还说今天要带一个神秘人来见我 我也不知道是谁 你们觉得是谁呀 他说他要带一个神秘人来见我的 但是 但是因为路垮了 所以说路垮了 所以说上不来 今天就没有上来 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 哥哥姐帅们 谢谢你们送的粉丝团 谢谢加入阿妹的粉丝团 我 我教你们一个好玩的 哥哥姐帅们 我教你们一个好玩的 我教你们一个好玩的 哥哥姐帅们 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玩过呀 哥哥姐帅们 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玩 就是阿妹小的时候吧 我们就经常拿这个这样子 财政叶子 这样子 哦这个不想呀 这个为什么不想呀 哎呀这个不想呀 小时候我弄的可想了 哥哥姐帅们 小时候我弄的可想了 欢迎宁静支月 谢谢宁静支月送的粉丝团牌 谢谢宋的粉丝团牌 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就是你们这上面 这个小星星 这个地方还没有加阿妹的粉丝团的 你们可以嫁一下阿妹的粉丝团 这样子的话 以后阿妹直播呀 那些你们都能第一时间收到 收到通知 哎呀你们看 阿妹是不是老了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阿妹是不是老了呀 你们看阿妹的发肌线 头发全部掉完了 头发全部掉完了 看到没有 我这发肌线 发肌线这么高 然后你看这个发疯 看到没有 我 我是不是要老了呀 哥哥姐姐叔阿姨们 我是不是老 我是不是老了 我回去吧 我回去吧 哥哥姐姐叔阿姨们 我先回去 我先回去了 我今天去收东西去了 哥哥姐姐叔阿姨们 我今天收东西去了 我今天 我今天去 收东西去了 我再拿一个试一试啊 哥哥姐姐叔阿姨们 我再拿一个试一试 不好意思啊 采了一张你的豆子叶 我给你们看一下 哥哥姐姐叔阿姨们 这个看一下这个 哦这个有点响了 这个有点响了 这个有点成功了 明哥来了吗 明哥没有来 哥哥姐姐帅吗 明哥没来 本来明哥给我表哥 本来说要上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路垮了 哥哥姐帅吗 我们这边一直在 一直在下雨 那个路垮了 所以说 那个车子就上不来了 车子就上不来了 哥哥姐帅吗 哇塞 哥哥姐帅吗 我们这边都发洪水了 都发洪水了 哥哥姐姐帅吗 阿妹压力太大了 是不是因为压力大的原因才掉头发呀 哥哥姐姐帅吗 你们说是阿妹是不是因为压力大的原因才掉头发呀 哥哥姐姐帅吗 阿妹是因为压力大的原因才掉头发吗 我最近的话确实是感觉 哎呀家里面的话 怎么说呢 哎呀没事没事 哥哥姐帅吗 你要不要看一下哥哥姐帅吗 你们要不要看一下 我们这边发洪水了 昨天那个水都没有到那 哇塞 那个 那个人家菜地都倒了一倒了一半了 哥哥姐帅吗 看看洪水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发洪水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哥哥姐帅吗 看哥哥姐帅吗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哥哥姐帅吗 看到没有 人家那种了菜地 哥哥姐帅吗 你们看得见吗 看得见的打个看得见 哥哥姐姐帅吗 看得见的打个看得见 哥哥姐姐帅吗 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 哥哥姐姐是帅吗 对 你们看得见的打个看的 这看到没有 那个人家菜地 那个人家菜地本来是要到这边的 但是你看已经被洪水冲掉了 那个地方已经垮掉了 哥哥姐帅吗 哇塞 看见了 正安全 哦 那个地方也垮了 看到没有 那个地方本来也是要到这边的 最最边边上的 但是那个地方也垮了 哇塞 人家菜地 人家菜地 人家爷爷奶奶 他们辛辛苦苦种的菜地 哥哥姐帅吗 他们爷爷奶奶辛辛苦苦 辛辛苦苦种的菜地 看到没有 那个豆子 都被冲垮了 那个地方也垮了 哇塞 这边 这边还有 哥哥姐帅吗 你们看到没有 这边好像还有 哇塞 哎呀 你们看 哥哥姐帅吗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好不好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 哥哥姐帅吗 看我们这边还有人 在那里种了玉米 看到没有 哥哥姐帅吗 我们这边 那里还有人种了玉米 我觉得 那个 那个玉米会不会 会不会也被冲掉呀 哥哥姐帅吗 阿妹以后 要后面那棚子里吗 什么 哥姐帅吗 什么意思呀 那个照什么 那个什么意思 这条是马路吗 这条不是马路 哥哥姐姐 是帅吗 这条不是马路 这边是我们 就是以前的话 因为那个水的话 如果没有把这个东西 这个围墙砌起起来 那个是拿石头 给它砌上了以后 围了围围围了一个围墙的 哥哥姐帅吗 如果这个没有围上的话 那个洪水 它要发到这上面来 哥哥姐帅吗 那个洪水 哥哥哥姐帅吗 以前的话 哇塞 那个洪水 一旦下雨天 那个洪水 它都要冲到这上面来 这上面的菜地 那些什么庄稼 那些全部都要被冲垮掉 哥哥姐帅吗 全部都要被冲垮掉 但是现在的话 已经 那个围墙 已经砌起来了 哥哥姐帅吗 现在的话不会垮了 现在的话垮不了 现在的话垮不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哥哥姐帅吗 你们看 这个 这 这 这有一条 你看到没有 一条小溪 哥哥姐帅吗 你们看得见吗 之前那条小溪都不留了的 之前那条小溪都没有再留了 然后那个地方看到没有 哥哥姐帅吗 那个地方也发洪水 看到没有 那条小溪也发洪水了 发大洪水 都是黄 黄黄的水 这个水的话还是白色的 还好 那个水的话 看得见吗 哥哥姐帅们 全是黄黄的 这个洪水好可怕 哎呀 这个 这个还不算啥呢 哥哥姐帅们 这个洪水还算是小的了 这个洪水算是小的了 以前有 那个夏天 那个下暴雨 大暴雨的时候 洪水更大 要冲到那上面去 要冲到那上面去 那个都要被淹掉 哥哥姐帅们 那些地方都要被淹掉 哎呀 然后夏天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 那个洪水大嘛 哥姐帅们 夏天的话 那个洪水大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去 捡柴呢 我们还可以去 捡柴呢 哥哥姐帅们 要冲好多好多的柴下来 我们还可以去 捡柴 那个时候 隔边的那个房子 太危险了 这哪个房子呀 哪个房子呀 安眠下雨天 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的 哥哥姐帅们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哎呀 我就坐在这外面 跟你们聊天吧 我就坐在这外面 跟你们聊吧 我坐哪儿去才好呀 我坐哪儿去 我坐这儿吧 我坐这儿吧 哥姐帅们 我坐这儿 哎呀 那我坐这儿 跟你们聊天吧 哥姐帅们 明哥最近没有来吗 明哥本来今天 他说他要和我表哥 一起上来的 哥姐帅们 我表哥他今天 本来说是要上来的 但是因为路垮了 你们看见没有 我们这个地方 那个河水 都发洪水了 我们这边 昨天雨下了很大 然后今天又下了一天 所以说那个准尼石流 那个路就垮了 那个路边都吃了 那个水 拿水泥 吃了那个湖南 那个湖南都被冲掉了 哥姐 都被那个石子给冲掉了 哥哥姐帅们 涨水了 对啊 哥哥姐帅们 你们看到没有 涨水了 发洪水了 我们这儿发洪水了 然后本来的话 明哥 他说 他说就是 不要和我表哥 一起上来的 顺便明哥 他说他要带一个神秘人 来见我的 我也不知道 你们觉得那个神秘人 是谁呀 哥哥姐帅们 你们觉得那个神秘人 是谁呀 他说他要带一个神秘人 来见我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也不知道是谁 会不会 刚刚有人说 那个神秘人 会不会是明哥的妈妈呀 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阿姨吧 哥哥姐帅们 应该不是阿姨吧 应该不是阿姨吧 哥哥姐帅们 是他妈妈 是吗 是吗 哥哥姐帅们 你们觉得是的 打个是不是的 打个不是哥哥姐帅们 是的打个是不是的 打个不是哥哥姐帅们 应该是 是的呀 哇塞 那个 你们都觉得 那个神秘人 是妈 的明哥的妈妈呀 哥哥姐帅们 肯定是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阿姨 就是 明哥 他说的是 明哥 他说的是 他说今天要带一个人 肯定是 肯定是的 我昨天的话明哥 他说他确实是 他说要要带那个 要带个神秘人来见我 然后今天的话 我表哥他们一起上来的 但是呢 哥哥姐帅们 但是的话 我我一直都 我一直都不知道 那个神秘人是谁 我以为是他的朋友 但是刚刚 我有一个直播间里面的阿姨 她说可能是明哥的妈妈 哥姐帅们 有的人说 他可能是明哥的妈妈 哎呀 明哥妈妈 来了 来 你要打扮 打扮自己 那我 那明天 我看 我不知道明天 我们那个临时流 我们那个路垮了吗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通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通 明天能通的话 我穿好看一点 明天的话 我穿好看一点 我穿明哥给我送的衣服 明哥给我买的衣服 好不好 哥哥姐帅吗 哥姐帅吗 好不好 明天的话 我就是打扮一下的 打扮一下自己 我 我的话 不太会化妆 哥哥姐帅吗 我不会 我不会 然后 我就 我就穿一下明哥 给我买的 就是好一点的衣服 行不行 哥哥姐帅吗 好不好 哥哥姐帅吗 好不好 哥哥姐帅们 明天的话 我就穿明哥 就是明哥 之前给我买的衣服 之前给我买的衣服 阿曼要做 好吃的给阿姨尝一尝 那肯定的呀 哥哥姐姐是帅吗 我准备给 如果阿姨真的要来的话 我就给他弄一只 弄一只猪 哥哥姐帅吗 如果阿姨明天他真的要来的话 哥哥姐帅吗 我就给他弄一只猪 明天少说 话多做 哥哥姐帅们 我知道了 因为 因为阿妹这个人的话 嘴巴是很笨的 我不太会说话的 我肯定 我肯定也不敢多说什么 哥姐帅们 我肯定也不敢多说什么 阿姨是很讲究的人 你穿漂亮的 对她是一种尊重 哥哥姐帅们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因为今天的话 他们也没有上来 对吧 没有上来 所以说我才去穿这个衣服 我才去收东西的 但是 既然你们直播间里面的 哥哥姐帅们 说可能 明天他带的那个神秘人 可能是阿姨 他们说可能是阿姨 所以说 所以说我就 明天的话 我就 就是 弄得好看一点 哥哥姐帅们 我就弄得好看一点 行不行 哥哥姐帅睡着一慢 行不行 都说行 是不是 哥哥姐帅满 可以可以 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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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姐帅满 那明天我就多打扮 打扮自己 然后我想的是 哥哥姐帅满 我给阿姨准备一只猪 哥哥姐帅满 明天的话我就早起 我早点起来 去我们村里面 邻居那里去买一 买一桶小猪来 哥哥姐帅满 去买一桶小猪来 头发整理一下 穿得漂亮漂亮亮的 行的 哥哥姐就帅满 可以的 哎呀 现在的话 被头发 全被雨淋湿完了 全被雨淋湿完了 我刚刚淋雨 刚刚去说东西淋雨 因为今天的话 因为今天的话 阿妹的话 确实是 因为明哥他们 也没有说要上来 本来说要上来的 本来是要上来的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下大雨 你们看这后面 都发洪水了 看到没有 都发洪水了 我们这儿 那个 那个路都 路都垮了 哥姐帅满 那个路都垮了 那个路都垮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现在的话 我就 就是 所以说他们就上不来了 我就 我就怒 就是自己去收了一点东西 各位听说 我就自己去收东西去了 今天的话 今天的话 我就自己去收东西去了 哎呀 哥姐 你明天的话 我应该说一些什么话才好呀 你们帮阿妹出出主意 就是 我应该做一些什么 然后 说一些什么话 这样子 这样子才好呀 哥姐帅满 你们以前 有没有见过家长呀 哥姐帅满 你们见过家长的 打个 打 抠个一 好不好 哥姐帅满 简单一点 你们以前 就是见家长的时候 你们是 你们是 说什么 或者是做什么的呀 你们以前 有没有见过家长呀 就是跟阿妹一样 这样 这个时候 去 见过家长的 抠个一 好不好 哥姐帅满 这个时候 见过家长的 哥姐帅满 就抠个一 让我看一下 哇塞 有那么多 都说说阿姨都抠一 哇塞 有那么多 都说说阿姨都抠一 哥姐帅满 那这样子行不行 哥姐帅满 你们自然一点就好了 自然一点 阿妹你要自信一点 哎呀 我明天我有点紧张 我有点害怕 要哥姐帅满 你打扮 你打扮起来 你打扮起来 也很漂亮的 我 哎呀 我从小就不自信 哥哥姐帅满 所以说 哎呀 我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你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 哥哥姐帅满 明天要不要给你们直播呀 哥哥姐帅满 明天要不要给你们直播呀 如果明天 真的是阿姨要过来的话 我就给你们直播 好不好 哥哥姐帅满 我就直播给你们看一下 我让明哥给你们直播 好不好 哥哥姐帅满 直播吗 直播的打个直播 哥哥姐帅满 直播的打个直播 不直播 那就这样 简单一点 哥哥姐帅满 你们觉得要直播的 要的话就抠个一 好不好 不直播的抠个二 哥哥姐帅满 要直播的抠个一 不直播的抠个二 哥哥姐帅满 我看一下 是要直播的人多 还是不直播的人多 对吧 阿姨她也知道 我跟明哥 一直一直在给 直播这里面的家人们 一直都有在直播 对不对 她也肯定也是 想跟你们见面的 哥哥姐帅满 就这样阿姨 如果说明天 明天阿姨要过来的话 她肯定 肯定是要 肯定是 已经是 明哥 她那边的话 他们两个已经说好了 对不对 哥哥姐帅满 阿姨她肯定也是 接受了我 所以说她才会过来的 哥姐帅满 你们觉得明天 要直播的 抠个一 不直播的 抠个二 哥哥姐帅满 要直播的 就抠个一 不直播的 就抠个二 哥哥姐帅满 哇塞 有那么多的 说说阿姨都抠一 那么多的 说说阿姨都抠一 你们都觉得要 阿咪要直播 阿咪要给你们直播 是不是 哎 既然直播 这那么多的 说阿姨都抠一的话 那就这样 把那明天的话 我就给你们 我就明天的话 我就给 给你们直播 哥哥姐帅满 明天的话 我就给你们直播 我就 我就中午 十二点 一点给你们直播 好不好 哥哥姐帅满 我就中午一点 给你们直播 你们可以 就是到 到时候 你们一定要 这上面 加一下阿妹的粉丝团 到时候 如果阿妹 就是 阿妹就是 直播的话 你们就能 第一时间收到消息了 哥哥姐姐帅满 这上面 可以加一下粉丝团 哥哥姐帅满 可以加一下 粉丝团 明天 明天的话 我就中午一点 给你们直播 哥姐帅满 因为早上的话 早上的话 我肯定 必须直播 行行行 哥姐帅满 因为早上的话 我要去弄猪呀 去找一头猪 然后我 然后我得 对不对 准备好食材 准备好食材 这样子的话 他们 要上来的时候 我就把饭菜 给他们准备好 对不对 哥哥姐帅满 饭菜给他们准备好 谢谢给阿妹点赞的 哥哥姐姐帅满 谢谢一直给阿妹点赞的 哥哥姐帅满 你们不用这样子 一直一直点这下面的 那个大拇指 哥哥姐姐帅满 你们这样子 一直点的话 你们真的太辛苦了 哥哥姐帅满 你们太辛苦了 你们可以 可以把手一直放在那上面 可以把手一直放在 那个大拇指上面的话 呃 他 那个点赞的话 他就不会停的 哥哥姐帅满 这是阿姨坡 你怎么走啊 嗯 知道吗 阿姨坡 对 你怎么走 我自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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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身边的 我自己来的 是未来的婆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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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未来的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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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要打扮了 漂亮漂亮的呦 可以的可以的 哥哥姐姐帅吗 阿妹明天的话肯定会打扮着 漂亮漂亮的啊 哥哥姐帅吗 阿妹明天的话肯定会打扮着 漂亮漂亮的 哎呀 你们鼓励一下阿妹好不好 都打一波加油吧 哥姐帅们 你们鼓励一下阿妹都打一波加油 这样的话明天我也 我也不会那么紧张 现在的话我 我有点紧张呀 哥哥姐帅们 我现在的话我有点紧张 你们鼓励一下 我给阿妹打打气好不好 哥姐帅们 都打一波加油好不好 都打一波加油吧 哥哥姐帅们 加油加油 哎呀我 你们刚刚 你们没有说还好 现在你们我看到你们 就是你们都说 你们都说是明哥的妈妈 所以说我现在就有点紧张 我就很紧张 哥哥姐帅吗 我就很紧张 我就很紧张 明天要干嘛 他们说明天要干嘛 你们不知道吗 哥哥姐帅吗 还有的说说阿姨 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吗 阿妹明天要见一个神秘人 哥哥姐帅吗 阿姨 我明天要见一个神秘的 哥哥姐帅吗 阿姨 阿姨不要紧张 我还是紧张啊 哥哥姐帅吗 我还是很紧张啊 我还是很紧张呀 我还是很紧张 明哥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谁啊 哥哥姐帅们你们说 你们告诉他们明天的神秘人是谁 哥哥姐帅们 你们告诉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是帅姨们 明天的神秘人是谁 明天穿漂亮一点 哎呀 万一不是明哥的妈妈呢 哎呀 对呀 哥哥姐帅们万一不是明哥的妈妈呢 你们觉得是不是像明哥的话 他跟我卖关子 他说是个神秘的人 神秘人 他没有跟我说 他没有跟我说是谁 你们你们都觉得是明哥的妈妈吗 哥哥姐帅们 是的打个是不是的 打个不是哥哥姐帅吗 你们觉得是明哥的妈妈呢 就打个是不是的 打个不是哥哥姐姐是帅吗 是 我说是 或许是媒婆呢 明哥他怎么可能会找个媒婆呢 明哥的话他不应该找个媒婆呀 问一下小明就知道了 明哥他不说呀 哥姐帅们 明哥他跟我卖关子呢 他说 他说明天你就知道了 他说是一个神秘人 明哥他就说 他说明哥他就说是一个神秘人 哥姐帅们 哎呀我都我都好紧张呀 我都有点好紧张 我都饿了哥姐帅们你们吃饭没有呀 哥哥姐姐帅们你们都吃饭了吗 你们都吃饭了吗 哥哥姐帅们你们都吃饭了吗 哎呀肯定是小明的妈妈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阿姨 如果是阿姨的话 哎呀真的我得要好好准备一下 哥哥姐帅们我得要好好准备一下 没有吃没有还没有吃啊 你们正有有的正在吃 有的还没有吃吃好了 不用紧张叶阿姨 说不用紧张叶阿姨 哎呀就感觉 如果真的是明哥的妈妈的话呢 肯定是要接家长了的呀 哥哥姐帅们 就等于说是接家长了的呀 是不是哥哥帅们 哎呀我去我去拿冷水 那个洗一把脸 我我让自己清醒清醒 哥哥姐帅们 我现在会太紧张了 我我一片空白 我老子一片空白 哥哥姐帅们 我老子一片空白 我现在拿这个冷水来冲一下 哎呀 我太紧张了 见家长的好开心 好开心呀 哎呦 不是 现在的话 我是激动 哥哥姐帅们激动 我好多蜗牛呀 下雨的原因吗 我们这儿阿妹这里有好多蜗牛呀 哥哥姐帅们你们看 这儿这儿这儿有一只 这儿有一只 这下面还有很多 这下面还有很多蜗牛 是因为下雨才才有的是不是啊 应该是因为下雨天 所以说 他就 他就上来了 应该是下雨的原因 哥哥姐帅们 下雨的原因就有很多的蜗牛 我坐在家里面给你们直播吧 哥姐帅们 你就坐在这家里面 快弄掉了 没事 那个可以吃 可以吃吗 哥哥姐帅吗 可以吃吗 那个蜗牛可以吃吗 刚刚那个蜗牛是可以吃的吗 可不可以呀 可以的打个可以不可以的打个不可以 哥哥姐姐是帅姨吗 可以的打个可以不可以的打个不可以 想吃 可以吃的很香的 可以吃 不能吃不能吃 有的哥哥姐姐帅姨说能吃